很合我們心意 比我們想像中都漂亮 比我們想像中都做得好 設計師完全沒問題 他全部都有幫我們跟進 裝修時 施工隊下來時 其實都有全程幫我們跟進 設計我們都很滿意 因為見到很多 譬如我們要求要緣角、緣邊 你們設計程度都做到 以我所知很多設計公司都未必做到 很多廠都說做不到 今天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南灣半島裏面的單位 單位裏面所用的顏色十分新鮮 他們放棄了傳統的顏色配搭 大膽嘗試了新的顏色組合 其實一來可能要配合 我太太知道我有些玩具 想古典一點 或者配合希臘神話主題 所以可能廠會跟隨類似的主題 主人房就想開心一點 因為想走回小朋友 小童房和主人房都想開心一點 和顏色一點 入到屋的中心 就見到客廳巨型的大櫃 雖然櫃身選用了深種色作為主色 但是櫃邊雕刻的部分 就選了金色作為襯托 透過重色的調和 用了金色之後 亦都不覺得太過浮誇 看下去還感受到一絲絲的櫃氣 中間某幾個櫃裏面 用了玻璃作為擋格 視覺上就可以看到櫃裏面的東西 同時還可以充當擺設的櫃 有賴設計師幫我們度身訂造 全部的位置都合適 我們現在很多雜物都可以收起來 不會阻礙小朋友活動 有些朋友上來 他們看到度身訂造 都合適的位置都可以省下很多位置 其實有些朋友看到也有興趣 他們可能搬家或裝修 我們會介紹給他們 去到兒童房 床架的造型 是以仿照灰姑娘故事中的 南瓜車的外形而造的 加上花花草草的牆子 整個氣氛的主題立即昇華 還有牆上的彩虹和雲的裝飾櫃 實用之餘 還豐富了整個房間的視覺享受 小朋友躺上床 真的會覺得自己去皇子派對 最滿意小童房 小童房很適合小朋友 因為有南瓜車 和色彩繽紛 好像有童話式的主題 想可能兩間房間有童話式的主題 所以用南瓜車和皇冠配合 進入主人房 就會發現設計師對顏色的運用 有極致的發揮 一向顏色的運用都慣用一淺一深 來達到突顯色調的作用 不過今次設計師同時運用了 三種十分搶眼的顏色作為主色 粉紅色、紫色和棗紅色 出奇地不會太過搶眼 或者被人感覺很浮誇 再加上牆子背後的花紋 看上去 真的好像置身於米奇老鼠的櫻花世界